我生日那天 老婆去医院做掉了六个月的孩子 作为给我的生日礼物 她说这是为了报复我当年 害了她和她前男友的孩子 他们的孩子不能顺利出生 那我们的孩子自然也不行 她要让我的孩子 去给她前男友的孩子赔命 可当年她和前男友的孩子 没有保住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柳如烟失踪了 她现在挺着个大肚子 一个人出去多么危险 我被双方家长骂了个狗血淋头 找了她一天还是没有找见 今天本是我的生日 我怎么也没想到柳如烟会突然失踪 直到晚上柳如烟终于给我打了电话 她在医院 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 再见到柳如烟时 她的肚子是平的 六个月的孩子柳如烟说打就打 她怎么这么残忍 我被这变故镇住 愣在原地久久没动 跟我一起来的双方家长 也被吓了个半死 纷纷哭天喊地质问柳如烟 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啊 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的孩子 为什么这么残忍 为什么要这么糟蹋她的身体 明明我们昨晚还在商量 给孩子取什么名字 那时的柳如烟温柔得不像话 怎么现在事情就变成了这样 病房内乱成一团 柳如烟却是恶狠狠地看着所有人 她满眼恨意 这都是你们的报应 这些人里面 柳如烟最恨的人还是我 她凶狠地瞪着我 当年是你害的我和徐文元的孩子 没有出生 现在你的孩子 凭什么顺利来到这个世界上 这公平吗 说着柳如烟突然诡异地笑了下 这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 你开心吗 原来是这样 我终于懂了 我看着柳如烟 第一次觉得这个女人如此面目可憎 她根本没有心 我咬牙开口 将满腔血泪咽下 柳如烟 我们完了 在柳如烟不屑的眼神里面 我压抑着满心怒火走出了病房 我和柳如烟的结合使门当户队 双方父母满意 我们两个人也没有什么意见 所以自然而然地走在了一起 只是柳如烟不知道 我喜欢她 能够和她在一起 和她结婚 我很开心 可柳如烟显然不这样想 在和我结婚之前 她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前男友 只是那人没有正经工作 每日在街上游手好闲 到处跟人收保护费 柳家也是书香门第 怎么会允许女儿和这样的人在一起 可那时柳如烟死心塌地 就是要和她在一起 一切都要为了他们的真爱而让路 柳如烟甚至执意还了那个人的孩子 格外坚定要嫁给她的决心 柳家父母无奈之下几乎都要同意了 可柳如烟却在那时流产了 孩子没有保住 她的那位前男友也突然消失 柳如烟心如死灰之下 选择按照家里人的要求和我结婚 我一直以为她早已经放下了那个人 毕竟这件事情已经过去这么久了 我们都已经有了新的生活 过去的一切应该放下了 我没有想到在柳如烟的心里 这些根本就没有过去 甚至她还怀恨在心 可我不明白 柳如烟为什么要说当初她 和她前男友的孩子没有保住是因为我 那和我又有什么关系 是只为了报复我 她要打掉我们的孩子 这太离谱了 不止我理解不了 柳如烟的亲爸妈也理解不了 他们在我父母的面前一遍遍道歉 说他们没有教好女儿 保证以后一定会好好教育柳如烟 不会再让她做出这样的事情 而老两口更想表明的意思是 柳如烟虽然错了 可我不能和她离婚 在他们的心里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 我更加没有想到 柳如烟在我生日这天 打倒了我们的孩子 给我送了这样的一份大礼 可她实际上也是不想和我离婚的 对于她来说 打倒那个孩子 是对我还有双方家长的报复 可报复之外 她并不想放弃这段婚姻 毕竟刚刚做完手术 她也很虚弱 柳如烟靠在病床上冷冷地瞪着我 当初不是你死活要娶我吗 难不成你现在敢跟我离婚吗 见她这样我又气又怒 你做了那样的事情 不就是想和我分开吗 我和你离婚又怎么了 柳如烟听到这话有些僵硬 可是她还是很快又恢复了那夫 高高在上不把我放在眼里的样子 我现在刚刚流产 你就要跟我离婚 你是男人吗 你怎么可以这么过分 法院也不会支持你的 柳如烟这话虽然说得不要脸 可的确是事实 甚至柳如烟作为孩子的妈妈 她想打掉孩子我也拿她没有什么办法 我没有办法证明我们感情破裂 也没办法如我所愿跟她离婚 柳家父母之后又是各种道歉 将姿态放得极低 我也没有再说什么要和柳如烟离婚的话 毕竟她现在身体还很虚弱 我不能那么狠心 可是我心里清楚地知道 我和柳如烟之间回不去了 哪怕就是像从前那样简简单单 相近如宾的日子也回不去了 她无法忘记曾经爱过的那个男人 无法忘记他们之间曾经经历过的一切 无法忘记他们之间的那个孩子 同样我也没有办法忘记我的那个可怜的 没有机会出事的孩子 岳母在医院照顾柳如烟 我一个人回了假 之前给孩子买好的衣服奶瓶还放在柜子里 可是之后都不会有人用啊 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 大滴大滴的眼泪落下 我崩溃的捂住脸 我的孩子 我的爱人 我的婚姻 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没有了 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柳如烟很快出院 岳父岳母二三请求我原谅柳如烟 我们两个人好好过日子 柳如烟这一次的确是做错了事情 可是他会改的 以后他不会再这样的 是啊 以后不会这样的 哪可能再来一个孩子让他打掉 以此来报复我呢 算了 就这样吧 暂时就这么过着 我和柳如烟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却跟一个陌生人一样 从早到晚没什么交流 只当彼此不存在 他每日里早出晚归 我也不管他 他也不过问我 这样的日子过了两个月 在我以为会一直这样过下去的时候 我倒是没想到柳如烟居然会跟我主动道歉 这天我下班 就见柳如烟做了一大桌子菜 他甚至开了一瓶酒 柳如烟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李扬 对不起 之前的事情都是我做错了 我一时鬼迷心窍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干出这样的事情 我现在知道了 我会改的 你能原谅我吗 在柳如烟这样的姿态下 我的心又隐隐作痛 我那么的爱柳如烟 哪怕他干出了这样的事情 我都没有舍得真的跟他离婚 我又能拿他怎么样呢 我根本没办法真的对他狠心 他要是真的能改 之后跟我好好过日子 我也不是不能接受 反正最差也就这样了 还能再怎么样呢 我做到了饭桌前 柳如烟很开心 热切地给我加菜倒酒 我和柳如烟很是难得的 在一起吃了一顿还算温馨的饭 或许是最近太过于难受 我居然不知不觉地喝多了 反正是在自己家里 我也无所顾忌 可我怎么也想不到 第二天醒来时 柳如烟居然躺在我身边 或许是因为我太过于惊讶 谈起的动作太大 柳如烟被我吵醒 现我这样 柳如烟忍不住笑了 他的笑容格外温柔 老夫老妻的 大惊小怪什么 我脑子还一阵阵发懵 是 老夫老妻的 我的确不应该这么大惊小怪 可是问题是我们这尴尬的关系 我怎么就干出了这种事 我几乎是有些狼狈地落荒而逃 可柳如烟居然也没有生气 顺着我的意思 我们又过起了之前那样设有的关系 不亲密 不打扰 只是也没那么冷漠 可一个月以后 柳如烟将一个双杠的燕运棒 摆在了我的面前 柳如烟一脸娇羞 李扬 我怀孕了 在我正愣的时候 柳如烟温柔地握住了我的手 李扬 之前的一切都是我的错 其实我早就后悔了 失去孩子我也很痛苦 毕竟那也是我的孩子 我也是一个妈妈 柳如烟的泪落在我的手上 我做错了事情 后悔也已经晚了 你怨恨我不愿意原谅我 这都是正常的 我不怪你 可是我现在又怀孕了 这个孩子跟我们有怨 就是来让我们一家人 过上幸福日子的 你忍心不理我吗 忍心吗 当然不忍心 我傻傻地盯着柳如烟的肚子 她居然又怀孕了 我们之间又有孩子了 柳如烟再次开口 你放心 我不会再干之前那样的蠢事的 我会做一个好妈妈 见柳如烟这样 我最终还是勉强决定 再相信她一次 毕竟她现在怀孕了 我总不能不管她 柳如烟这一次 似乎是下定了决心 要做一个好妈妈 每日温柔地给孩子做胎教 我从她身上看到了 温柔的母性光辉 双方家长知道 柳如烟怀孕的消息 也很开心 在他们看来 我和柳如烟 终于可以度过之前的磨难 以后好好过日子了 我也这样想着 就让之前的事情都过去吧 我和柳如烟以后好好过日子 毕竟我真的爱她 时间过得很快 又是两个月 我忙着赚奶粉钱 每天回家都累得不得了 可这天 我不小心发现了 查记下的一张纸 那是柳如烟的产检报告 我耐心地去看上面的各项数据 可很快 我发现了不对 我一瞬间全身发冷 那上面说柳如烟 已经怀孕近五个月了 可是怎么可能 按照时间来看 柳如烟只怀孕四个月啊 我们仅有的那一次 明明是三个多月以前的时间 按照怀孕的算法 怎么都不可能怀孕五个月啊 这绝对不可能 况且之前那一次 我难得就真的醉得 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稀里糊涂进了柳如烟的房间嘛 我越想越冷 我好像想到了一个 不太好的猜测 我不再浪费时间 我拿着这个检查报告 来到了柳如烟的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 之前她拒绝我陪她去产检 甚至不给我看产检报告 原来就是因为这个嘛 怕我发现孩子其实不是我的 的确不是你的 哪又怎么样 我没想到柳如烟居然 这么轻易地就承认了 承认了她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的 她怎么敢的 她怎么就敢把这件事 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她怎么敢这么轻易地承认 我想不明白 我理解不了 我几乎要崩溃 柳如烟却还是一副 无所谓的样子 她慢悠悠地看着我 李扬 你真蠢 我大脑一阵阵空白 我几乎都要听不清 她在说什么了 柳如烟笑得格外嘲讽 你居然才发现 你居然才知道 那天晚上 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 李扬 你真是我见过最蠢的男人 我像是看疯子一样的 看着柳如烟 事到如今 她终于不再掩饰了 前几天那么温柔 说着会和我好好过日子 说会做一个好妈妈 原来都是骗我的吗 心痛得我几乎麻木 柳如烟到底是什么时候 做出对不起我的事情的 她之前处心积虑 嘴上说着她知道错了 说要跟我和好 给我灌酒 其实就是为了让我以为 这个孩子是我的 那现在 她怎么突然不装了呢 柳如烟 这是校长摸上她的肚子 我之前想让你以为 这个孩子是你的 只是怕你早早地知道了真相 之后会阻止我 将孩子生下来 可是啊 现在不一样了 柳如烟笑得很是得意 医生说了 我的身体之前有过 两次大月份流产 可是再也伤不起了 我要是把这个孩子也打了 以后就再也无法生育了 我爸妈那么想要抱孙子 知道了以后 一定不会让我打掉的 他们才不会在意 这个孩子是不是你的 对于他们来说 只要是我的孩子 他们都会喜欢 我之前只不过是 想让你帮我养孩子 现在嘛 你已经没用了 所以我也不是很介意 你知不知道真相的问题 毕竟 就算你知道了 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了 是啊 我又能怎么样了 毕竟柳如烟 可从来不在意我啊 我的那些个情绪 她一点都不在意 之前那段时间 她做掉了我们的孩子 我那么难受 整天活在痛苦之中 在爱她和恨她之间 反复拉扯 可我到现在才知道 原来那段时间 柳如烟就已经做了 对不起我是事情 我的那些个伤唇悲秋 在她哪里 就是笑话一场 是连想想都好笑的存在 她对我只有利用 她里有用有价值 她就会对我 稍微有一个好脸色 我要是没用 就会像现在这样被抛弃 还真的是好玩啊 我到底是多愚蠢 才会被她骗成这样 我到底是多愚蠢 才会一次次上她的党 我想不明白 柳如烟实在是太无耻了 她让我彻底无言以对 孩子是谁的 柳如烟到底和谁在一起了 她不愿意生我的孩子 那这个孩子是谁的 你猜啊 柳如烟长叹了口气 李杨 你怎么这么愚蠢呢 我从来只愿意 给一个人生孩子啊 只愿意给一个人生孩子 那个人是谁 似乎有了答案 徐文元 居然又是徐文元 我咬牙切齿 她不是已经消失了吗 又是什么时候出现的 又是什么时候 和柳如烟搞在一起的 不过现在纠结这些事情 已经不重要了 柳如烟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实 除此之外 其他的都不重要 可柳如烟却像是 怕我还不够痛一样 她恶毒地说道 实话告诉你吧 我早就和徐文元在一起了 只是你像个傻子一样 什么都没有发现 我之前怀的那个孩子 还是徐文元的 所以我想等月份大些 再去做亲子鉴定 没想到那个孩子 居然真的是你的 那我当然是不可能生下来的 你配我给你生孩子吗 至于我肚子里的这个 我百分百确定 那是徐文元的孩子 是我们爱的结晶 那我当然是要生下来的 柳如烟如此坦然 她毫不客气地 将所有的事情 讲得清清楚楚 她一点也不稀罕骗我 我之前就想不明白 柳如烟婚前 没有保住和徐文元的孩子 可是我那会 只是刚刚和她认识 那跟我又有什么关系 现在才知道 这一切其实都是借口 任何东西 都要给柳如烟的爱情让路 包括我们孩子的那条命 原来那个我那么期待 那么爱着的孩子 根本不可能出生 因为是我的孩子 所以她注定 没有出生的资格 可话说到这里 柳如烟却依旧 没有要和我离婚的意思 她在我绝望之时 笑着开口 好了 这些都不重要 这些事情你不说我不说 别人是不会知道的 到时候我们一家人 好好过日子 别的事情都不重要 我是不想骗你 才告诉你这些事情的 你看 我对你还是有感情的 原来将真相告诉我 没有让我稀里糊涂 当一个糊涂鬼 是对我还有感情 那我是不是应该谢谢她 我从来没有见过 这么不要脸的女人 她这么随意地 将我的感情 将我的一切践踏 肆意地伤害 心痛不再明显 我似乎已经麻木 我愣愣地看着柳如烟 看着这个面目可憎的女人 我当年到底 为什么会喜欢她呢 我到底是怎么 鬼迷心窍爱上她的呢 她那些拙劣的谎言 到底是怎么骗过我的呢 我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 柳如烟却温柔地 搂住了我的腰 你看 你那时和我结婚 不就是为了要个老婆 有个孩子吗 等我肚子里的孩子出生了 没人会知道 这不是你的孩子 只要你不介意 我们的日子 还是可以继续过下去的 我们会很开心的 我没有办法 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 我没有办法 把她当做我的孩子 我再也忍无可忍 一把推开柳如烟 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 我们离婚 我几乎是凶狠地 看着柳如烟 既然你这么爱她 那我就成全你们的爱情 你们好好在一起 你们一家三口 好好过日子 这不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以为柳如烟会很开心 可她脸色却扭曲了起来 不过我已经没心思 再说什么了 离婚 我要和柳如烟离婚 我要彻底 和这个女人划清界限 我拒绝再和她有一丝关系 我不想再看到她 双方家长再次被惊动 这一次的我坚定了要离婚 别人谁说什么都没用 柳如烟的爸妈 这时候还在责怪我 在他们看来 柳如烟怀怀着我的孩子 我怎么能离婚 那太不负责任了 你要连你老婆孩子 都不要了吗 见我爸妈也是这个态度 我索性不再忍受 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 柳如烟肚子里的孩子 不是我的 既然不是我的孩子 那我为什么要负责任 我为什么要去给别人养孩子 明明我也没有做错什么事情 我为什么要去承受这些 可我没有想到 之前在我面前坦然承认 孩子不是我的 柳如烟在长辈们面前 却是全然变了一张脸 她一副楚楚可怜模样 眼泪落个不停 李洋 我知道我之前做得很过分 你很生我的气 可是我现在又怀孕了 我说了会和你好好过日子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你怎么可以说 孩子不是你的呢 你这样说我 我真的是太冤枉了 你既然不相信我 也不想要孩子 那我就死了算了吧 见柳如烟几乎要以死明智 双方家长更是坚定了 相信柳如烟的决心 他们凶狠地指责着我 仿佛我做了什么 伤天害理的事情 我妈甚至说 我要是敢和柳如烟离婚 害她的孙子没有了 她就一死了之 而就在这样的一团闹剧中 柳如烟的表情却是格外精彩 她那么不屑 看着我就像是在 看一个可笑的不自量力的笑话 我突然就明白了 这个女人是故意的 她从一开始 就是故意让我发现 孩子不是我亲生的 这个心机深沉的女人 故意让我发现 故意将真相告诉我 可在父母面前 又做出一副楚楚可怜模样 她就这样戏弄着我 恶心着我 而我拿她根本没有任何办法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女人做了对不起我的事情 可是我却没有办法摆脱她 甚至等她的孩子出生 我还得给她养孩子 我这样倒霉的人 怎么会有柳如烟这样恶毒的人 我做错了什么 我为什么要承担这一切 之前是柳如烟的父母 跟我爸妈道歉 可是今天一切完全反了过来 我爸妈低声下气地 给柳如烟的爸妈道歉 可柳如烟的爸妈 依旧咄咄逼人 话里话外的意思 都是我对不起柳如烟 甚至上一次柳如烟一期之下 做掉了我们的孩子 也是因为我 总而言之都是因为我的错 他们家的女儿 也不可能随意地让人欺负了 我要是在让柳如烟不开心 再说什么要离婚的话 她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我爸妈卑躬屈膝地道歉 说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亲家千万别跟我计较 免得气坏了身子 看啊 这就是这个可笑的世界 等到人走后 柳如烟乐呵呵地看着我 哎呀 老公 我知道你很想离婚 你现在一定很难受吧 可是怎么办呢 他们都不同意咱俩离婚呢 我被柳如烟气笑了 我看着她大脑一瞬间清明 如果抛弃那些 对她的爱意只凭理智的话 我大概能够明白 柳如烟这是在搞什么鬼 你让我知道你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 这样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 让你的孩子管别人叫爸爸 可是你又不想离婚 为什么呢 是因为她无法娶你吗 我这话显然戳到了柳如烟的痛处 她面色扭曲 好半天才终于憋出了一句话 她还没有离婚 呵 原来是这样 就说嘛 分开这都好几年了 柳如烟结婚了 那人应该也不至于单身 倒是没有想到徐文元那么一个混混 居然也有人愿意嫁 有人愿意嫁给她 作为她名面上的妻子 有人愿意和她背地里苟且 还给她生孩子 我乐呵呵地看着柳如烟 突然觉得这个我爱到了骨子里的女人 其实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有的时候她简直愚蠢天真的可笑 我都不敢想象一个正常人 怎么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 柳如烟 你知不知道 你这样的做法是在给别人做小三 甚至你的孩子都是私生子 柳如烟听到这话是彻底怒了 她抬手一个巴掌甩在了我的脸上 你知道什么 我们是真爱 你们是真爱 怎么就没有结婚呢 你怎么不是她的老婆呢 你怎么是我老婆呢 你肚子里的孩子 生出来以后就是一个野种 就是一个私生子 她会被所有人唾弃的 她不会觉得她是她爸妈爱情的结晶 她只会觉得从她来到这个世界上 她就是不幸的 她不会感激你 只会恨你 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 有这样的出身都会觉得不幸 柳如烟被我气得不轻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 我转身不再搭理她 而经过一番打听 我很快知道了徐文元的事情 原来当年两个人并不是分开 而是徐文元被抓了 惹上了麻烦 坐了一年牢 而在那期间 柳如烟的孩子没有留住 她也没有扛住家里的压力 和我相亲结婚 可我们两个人结婚之后不久 徐文元就出狱了 她出狱之后 自然而然就又和柳如烟联系上了 原来从那个时候 我就已经被戴上了绿帽子 我们才刚刚结婚 正处于浓情蜜意的时候 在我还觉得我遇到了真爱的时候 柳如烟其实就已经和徐文元在一起了 所以那个时候柳如烟怀孕 对于肚子里的孩子充满着期待 母爱爆棚都是真的 只是那个时候的她以为她 肚子里的孩子是徐文元的 可没有想到 很不幸 那个孩子是我的 所以那个孩子没有出生 而徐文元在这段时间 也遇到了一个合适的对象 本地一个小老板的女儿 家里很有钱 也不知怎么的就看上了徐文元 徐文元当然不会拒绝 很快和她结婚了 柳如烟并不介意这些事情被我知道 甚至很是得意地告诉我 徐文元之所以结婚以后还和她联系 是因为她的老婆无法生育 所以她需要她给她生一个孩子 柳如烟笑命力地摸着自己的肚子 我这个孩子会是徐文元这辈子 唯一的孩子 她不会不管我们母子的 看着柳如烟这副得意的样子 我很想问一句 她怎么敢确定她肚子里这个孩子 会是徐文元这辈子唯一的孩子呢 毕竟她生完这个之后 应该就不能再生了 可徐文元不一定啊 如果她想 她还会有很多个孩子 可当柳如烟听到这话 却是气得不得了 在她看来 我说这话就是在 玷污他们之间伟大的爱情 而到了现在 我对柳如烟早就已经死心 她的爱情与我又有什么关系 我不再搭理她 只当看不见她 而徐文元开始光明正大的进出我家 她当着我的面 抚摸着柳如烟的肚子 仿佛她和柳如烟才是夫妻 他们看起来那么亲密 好像我就是一个死人一样 可莫名其妙的我 却并不想在意这些事情 我总有一种感觉 他们快要遭报应了 走到这一步 爱不爱的又有什么重要的 我只想让他们遭到报应 每每看见柳如烟那张脸的时候 汹涌的恨意就在叫嚣着 我想杀了她 我想让她付出代价 我想要好好地惩罚她 让她后悔这么玩弄我 她可以不爱我 这是她的自由 可既然不爱我 为什么要和我结婚 为什么要这么骗我 为什么要跟别人讲 她的孩子是我的 为什么要把我搞得跟个笑话一样 她既然这么做了 我当然也有报复她的权利 一晃又是几个月时间过去 柳如烟终于到了生产那天 两家父母都在 柳如烟自然是没什么脸 让徐文元来陪着 可作为孩子的父亲 我却对她毫不关心 在医生护士指责的眼神里面 我却一副无所谓模样 男孩女孩都好 母子是否平安也不重要 我不在意 而到了这时 两家的父母对我更是生气 尤其是柳如烟的爸妈 看我的眼神 就像是看一个畜生一样 可是那又怎么样 很快我就不用再忍他们了 柳如烟生下了一个男孩 母子平安 可我的第一句话却是 我要做亲子鉴定 你够了 柳如烟的爸爸凶狠地指着我 愤怒的样子 恨不得将我救得撕碎 可我却是坚持我的态度 如果柳如烟真的清白 如果这个孩子是我的 我绝对一句话都没有 可如果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我就要和他离婚 我不会给别人养孩子 如果他问心无愧 自然也不怕我查一下 省得影响以后过日子 柳如烟还在手术室里 他的父母就算是在愤怒 却也无法反驳 我说的就是事实 他们也认为他们女儿不会 做出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 于是大家默认了 我们要做亲子鉴定的事情 等到柳如烟知道以后 无论是眼愤怒失望伤心 他怎么做都与我无关 我只当没有看见 忍了几个月 我任凭他张狂 任凭他叫嚣 在他面前跟一个笑话一样 被他拿捏 我等的就是今天 而在这时候 无论是我爸妈 还是柳如烟爸妈 看我都很失望 愤怒 觉得我和柳如烟的婚姻 走到了这一步 感情破裂都是我的错 可到底是谁的错 很快就会有分晓了 很快亲子鉴定的结果出来 显然那并不是我的孩子 而看着结果 柳如烟终于无话可说 柳如烟的爸妈 也羞愧得无地自容 我爸妈这时也硬气了起来 我们要离婚 而我在这时 将这份亲子鉴定结果 和徐文元 这段时间 在我家和柳如烟亲密的证据 全部打包给了徐文元的老婆 也该让他处理一下家务事 省得到外面丢人现眼 知道我不会再养他们的孩子 柳如烟疯狂地联系徐文元 可自从他生产之后 徐文元都没有再出现 这段时间 他本就在忙着陪老婆 哪有时间搭理他 现在后院起伙 更加没有时间了 柳如烟之前不愿意离婚 就是因为他知道 他自己是养不起孩子的 可怎么办呢 难道要指望着他爸妈的养老金吗 或许是乌漏偏方连夜雨 柳如烟的孩子居然被送进了医库 可怜的新生儿得了疾病 治疗费就得几十万 并且不一定能治好 柳如烟这下再也没有了嚣张的样子 他开始求我 可我已经在走离婚手续了 这个孩子不是我的 我没有养他的责任 他爸妈的积蓄已经快要被掏空 可徐文元还是联系不上 柳如烟不知道徐文元去了哪里 我知道 徐文元的岳父给女儿出勤 收走了徐文元的所有证件和电子产品 将他打包丢到了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之后他会遭遇什么我也不清楚 我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柳如烟不愿意离婚 没事 打官司嘛 反正我耗得起 可柳如烟的孩子耗不起 柳如烟一连几天守在我家门口 我实在没办法终于决定见他一面 看看他到底要说什么 可柳如烟一见面就跪在我的面前 李杨 你帮帮我 你帮帮我 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我当然知道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了 他之前那么嚣张得意 谁也没有办法把他怎么样的时候 他可有想过今天 他没有想过 那个时候他有徐文元 有他爸妈 总觉得我不会把他怎么样 那个时候的他是孕妇 我的确没有办法拿他怎么样 我连碰他一下都不敢 可现在不一样了 我也没有做什么 我甚至都没有来得及做什么 他就已经得到了他的报应 可是我凭什么帮你呢 那又不是我的孩子 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正话说的残忍 可那个孩子的的确确与我无关 他是背叛的产物 是柳如烟和徐文元爱情的结晶 但是与我而言反而像是一份耻辱 不落井下石 不故意伤害 就已经是我善良了 我还能做什么呢 求求你救救他 不然他会死的 柳如烟哭得那么凄惨 我当然知道他孩子病得很重 可我却不会心软 我只是看着柳如烟 如果我没有记错 你名下还有一套房子吧 那是你的不动产 如果你觉得孩子重要 你可以卖房救孩子 如果你觉得房子重要 你可以看着你孩子去死 但是这些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我为什么 要拿钱去救你的孩子 我毫不客气 从柳如烟身边离开 这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出门 我是要离开这个鬼地方 他别想再找到我 也别想去打扰我的家人 我会在远处看着他遭报应 听说徐文元之后横死街头 不知道是从前做混混的时候 得罪了什么人 还是被岳父整的 而柳如烟花光了所有积蓄 卖掉了房子 终于救了他的孩子 可是之后 孤儿寡母的要怎么生活 应该不好过吧 不过那也与我无关了 毕竟柳如烟从结婚之后 就再也没有去工作过 一直是靠我养着 以后他就要自己养孩子了 希望他能坚持住 全文完